你估计他 就是把這個送給你 你也不想要 配合你 那時候去一點們 我沒有 我確定是用 我沒有 沒有 我沒有 你沒有 我沒有 确定 您得已心病 已经下跑了五个女婢 九个未婚妻 还有师父追求者 万一林月小姐她气你而气 这婚礼怎会生长 这只是一个小考验 我相信小月是真心爱我的 而不是为了我的钱 轻点 毛鼠毛脚穷穿鬼 我们应该还要穿这次结婚呢 我宝贝没气 等我们便和那个姓气的结了婚 之后主要留在离婚 狠狠的分她一笔离婚费 这样我们就能双死双妃了 美娱宝贝了 破产怎么会破产 她要没钱谁愿意嫁给她那神经病啊 骗婚女翻车喽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咱们得想办法好好额她一笔 不不不不能喝了 来最后一杯谢谢你能来帮忙 那就祝你们百年好喝百年好喝 莫莫 你房间到了 你这也是好人 行行行快去睡吧 什么东西瘾着我了 什么东西瘾着我了 是个帅哥 真是导被导假 你说你为什么要高度我偶夫 你说你为什么要高度我偶夫 今天你们必须给刘月一个交代 你想怎么办 一千万 一千万 纪云正 我对你一片真心 你怎么这么对我 何人脏手还帮我钱 这不曾经笑死了666 你在看我的笑话 我刚刚没说话呀 他怎么知道我想什么 这个神明具盯着我干嘛 去换你的骗魂小娇妻啊 神经质 啊 怎么回事 我竟然能听到这个女人的心声 这小三这么不要脸 还没来也去的 似乎力气 臭不要脸够 给我这暴脾气臭不要脸骂谁呢 臭不要脸骂你 哦臭不要脸骂我呢 哎你 还有你们不知道真相就别逼别来了 真相就是你后卫风风躺在一张床上 林小姐 据我所知 季先生房间外面有很多保镖 请问我这怎么进来的 昨天晚上我怕打扰到先生休息 就让保镖离开了一会儿 没想到这么一会儿就被你个狐狸精钻了空子 什么钻空明明是你为了额钱 故意把我冠军送到静云州房间的 原来如此 来人 把酒店走廊监控调出来 让我看看 到底是谁想害我 捉奸在床还要抵赖 婚礼事马上交开始了 只要你把分手费赔给我 我就可以帮你办完这场婚礼 否则你在来边面前也不好收场了 静云州这么好面子 一定会接受这个条件 我能听到这个有人的先生 或许 能比您也更值得心 不劳你费心了 因为我今天要取的是他 独家独家 这位先生我们之间都不认识吧 怎么能跟一起结婚呢 敢问沈小姐 你是不是骂走了我的未婚妻 是 是不是毁了我的婚礼 是 那你 是不是应该赔偿我 是 这是律师刚刚核算的 包括我的名义损失费 以及婚礼成本费 公积三百万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 来做我的契约妻子 三百万 你这我打过正一辈子也挣不到啊 你这问题不少不赖吗 你要敢拒绝我 让我在亲朋面前丢脸 就不仅是三百万 我会在全行业内攻杀你 让你一辈子也找不到工作 考虑清楚 嫁 还是 我嫁 考虑清楚 嫁 还是 我嫁 我嫁 难道这一辈子 都要跟一个不相爱的人在一起 还是这个依稀病重化 你在吗 做我的契约妻子我不会亏待你的 每个月给你月薪十万 一个月十万 那我起不是只要三十个月 就能困境债务 离开这个神经志了 是啊 谁会喜欢和我这种神经志在一起 没错 只要你在我身边待了三十个月 债务还清 你想走 我不会拦你 听说新娘这次用逃过那样 他这种疑心病 谁会愿意嫁呀 咱们等着看笑话吧 我敢打赌 这次新娘肯定不会来了 你还是来了 要不是为了还债我才不来呢 这就是你对债主 见老板的态度吗 小心我扣你工资 我一定好好表现 包你满意 金云周先生 请问您是否愿意去 沈默默女士为妻 我愿意 沈默默女士 请问您是否愿意嫁入 金云周先生 我愿意 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应该不会是连续抓紧的 平常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剧中这么个神经 是我宝贝她的婚礼 总望眼睁睁的看她的人 嘲笑吧 这男人真不上心 全靠 这可是我的粗 得加钱 我被人家玩的 我是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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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不 你 不要 我 你们 你 你 咯 仪 不 你 你 你 有 你 我 我出去工作的時候你陪著我 我出去應酬的時候你跟著我 睡覺的時候 你看著我 老闆 恕我這言啊 這其他的我倒是能磕淨之聲 但是您睡覺我也得看 這是不是挺過分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回家睡覺我也得回家睡覺呀 你說是不是 這個好說 今天你把他拿回來回去 啊 畢竟 是神秘說 也是技 這宅子也太大了吧 技師集團的資產過千億 只是技師平時低調而已 不然他怎麼那麼小心進去呢 只在是太多的人 呈現他的身家 沈小姐 這是你的房間 在先生的隔壁 先生在這棟尾樹當中 總共有三間臥室 為了測保安全 每隔幾天的時間 就更換一次註决 也辛苦神交節 也跟著更換註决 謝謝管家 我了解了 你怎麼那麼重 你就 EXPO 是個什麼神秘病 连睡個就坐吧 樓梅不易 老爸老爸你坐下 明天早餐我 要吃廣世早茶 你來坐 十條全部新鮮 手一樣扣你扣子目前 抱歉 眼睛弄这么着 突然打了 我现在确实困想打死 老板 快嚐嚐我做的早餐 您昨天點的一樣都不少 可不要誤酷我工資啊 老闆怎麼樣呢 你聽懂事 死傲覺就插包子盤子 還在你嘴 你慢用你約著了 老闆小姐 老闆你別開玩笑啊 我是不會接受購入的 你竟然想害我 天地可見老闆 老闆老闆管家快叫醫生 把这个摩汉先生的女人给我抓起来 误会误会都是误会 我没有要害老板 先生就是吃你东西后才昏迷不行的 不是你还能有谁 我抓起来好好审 季云州舅舅我你快醒过来啊 吵死了老板 放给他 先生不能放了他 我调查了今早的餐食 他在菠萝包里添加了芒果酱 你可是一碰到芒果就不敏的 他诚心想害死你 放给他 那本照顾指南厚的跟字典一样 我哪里知道这个呀 现在无论解释什么 他都不会相信我了吗 他是我夫人我相信他 无条件的相信我 这种感觉今天有点心动 看来也不是创业中那么刺利后就一心病 还不讲礼貌 什么忙我要喝咖啡 十分钟之内给我买回来 老板你现在刚刚醒 你现在要喝咖啡 不太健康吗 赶紧去买 十分钟之内不买回来扣你工资 想了这就去 老板你的咖啡 我刚才考虑了一下 现在喝咖啡的确不太健康 改成牛奶吧 那你为什么不刚才就说呀 有意见 没意见 老板您的牛奶 牛奶太寡淡了 我喝奶茶 你 这算这么久最后还是喝牛奶 让你在心里骂我 活该 嗯我要下班我要回家 你今天也累了帮你晚上嫁 真的吗老板耶下来万岁 这个 先生好久没看你这么开心过了 难道你爱上夫人了 怎么可能 做到我这个位置了 连最亲近的人都要带紧她宝贝 对于爱情 我早就不熟了 先生 你看看最份资料 你们是아요 对方的项目负责人和设计师是 是江远的夏菲尔 可以请假吗 不行 你必须去 江远你相信我真的没有抄袭 犯了错还不承认是吧 别在这恶心我状况 你相信我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信你什么 你瞧我男朋友就算了 你还抄袭我的作品 你要是要点脸的话 你就自己退学吧 你胡说 明明是接下来先和我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喜欢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女人 我的心里从来都只有菲菲一个人 现在的我们走 出不了人的手三 咱们学校怎么出了这种人啊 赶紧退学吧 我不是想到我没有抄袭 为什么你都不相信我为什么 妈妈 哎 谁冒冒 好久不见啊 妙记好 这是我们公司首次合作的楼板项目设计图 是我们公司首席设计师夏菲尔设计的 您过目 这设计图和我毕业设计的稿子怎么那么像啊 她难道又偷过稿子 算了算了 就算我说了也有谁会幸福 五年前的教训还给我够吗 一张毕业设计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会在 老板我不说过先试配吧 哎呦 这不是什么魔法啊 你这怎么了 哎对了 听说你现在七十几个上班是吧 做季先生的天生秘书 真可惜 你小的时候想做什么来着 建筑设计师是吧 你想做什么 你说你必须要开除了 连个毕业证都没有 哎哪家公司敢要你 你也就只能当个端茶道水的小主理楼 下单设计师没有必要过 从小座里过去 我实话告诉你 这个楼盘的设计 我就是拿了你大学的手套 即便是借借你的灵感那又怎么样 谁会因为你这个小楼呢 对了 我还谢谢 谢谢你挑衅出这么好的人 转头就送到我身边 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 记得来喝喜酒 你几年只有一个王八蛋 为什么偏让我跟你来 那我再一次他不开心 季先生 看在我们这么有诚意的份上 不知道我们这次的合作 既是集团客户让几分力 让我们也分一杯羹 江总你也知道 我这人向来谨慎小子 这次的设计案能不能通过 还需要经过我亲自认可开心 是是是 季先生说的是 飞飞是国外著名大学毕业 也获得了不少建议方面的大奖 而且这次设计图也是她最得意的作品 不过我听说呀 季先生也是建设专业毕业的呢 哎我们呀 只不过是班门弄主吧 夏小姐 这份设计图 真的是你的作品 季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抄袭对我们设计师可能最大的污辱 你怎么能随意侮辱我的职业 这个人带节奏真够可疑 明明自己一身是 还要泼别人脏水 夏小姐 您说这话是在指责季先生欺负您了 这里还轮不到你个小助理说话 说我抄袭是要拿出证据的 证据 这张图分明就是我 这项的公司可是投了大意见 万一被我脚房了 什么你说呀 季先生 我说句题外话 我不知道你们公司 为什么会招这样子人进来 我跟沈梦梦是大学同学 他在学校的时候 竟因为抄袭被开除 在我们学校都是身败名列的 这我可以证明 沈梦梦说谎成性 季先生 你可千万放心 还不止 他私生活也很混乱 据说还被人包养过 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小虾米 谁给你给你提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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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我意识心急 着急就可以打断别人说话 咄咄逼人了吗 还有你沈梦梦 你平时不是挺威风的吗 现在怎么感到不敢言了 就算我说也不会有人相信 我相信 你尽管说有什么后果我兜着 这可是你说的别后悔 那我就搜他脸皮直说了 这张图分明是我大学设计的草稿 这个原稿的设计灵感是含苞带放的玫瑰花 你改的这是什么呀 画蛇添足这么丑一个东西 鲜花插在牛份上吗 简直丑爆了 你什么你 我知道 你眼光一直不太行 江远这个爱情河 哪有我家季先生一分帅气 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帅气都赶不上 不过呢我还是要谢谢你 谢谢你把江远这个温室给我抢走了 不然我都遇不到我亲爱的老公季云周先生 老公 你们俩结婚了 你管不着 亲爱的我们走 听明白了吗 如果三天之内缴出来图纸 我们的合作到此结束 把这些话说出来的感觉简直太爽了 早知道你这么合复我就不让你说了 早知道你这么合复我就不让你说了 好了 叶老板现在可以开除我了 嗯 为什么 你这么合复我就不让你说了 这个项目鸡车集团砸了好几个亿 被我做的地方算成的高手 这么多年我可没问题 问题不大 合作商事叫不干净 换一个就是了 可是 做我的员工不需要人体吞声 更何况 你还是我的技术人 你还是我的嘴唱 你还是的 好 就是 谢谢 猫 你还挺 difícil 多 拷身一直是差 不是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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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我好 你 我的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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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真心情 莫莫 不认真心情 莫莫 贵气 我是特意来找你的 哎好我不挡路别挡到哎莫莫 怎么说我们以前也那么美好过 现在何必这么争风相对呢 咱们就不能好好坐下来聊聊吗 聊聊什么 聊你当中说是怎么背叛我 跟别的女人搞在一起的 还是聊你是怎么帮下费抄袭我作品的 梦梦我知道我知道 当年的事是我对不起你 可是那件事已经过去了 如果你还没消气的话 以后我找机会补偿你 梦梦 这次合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能不能看在我们往日的情分上 你去跟季先生说说情放你一马 往日情分 当初我被你们陷害身败名利的时候 怎么不见你替往日情分呢 啊梦梦你别走 对不住没拿稳 沈梦梦 你一定要做这么绝吧 对啊就这么绝 沈梦梦 我看你就是因为帮出了季先生这个大管 才故意这么嚣张 没想到你这么败气 我的助理即便是嚣张 那也是因为有资本 怎么 江经理有意见 继续啊 如果那张设计图确实是夏小姐设计的 那他一定有能力做出来更好的 何必愿来向我的助理求醒呢 怎么 江经理有意见 季先生 如果那张设计图确实是夏小姐设计的 那他一定有能力做出来更好的 何必愿来向我的助理求醒呢 还是说 孟嬷说的事情都是真的 而夏小姐 心虚了 季先生 我们一定会让他去交稿 拿走吧 哇 老板太帅了 真是第一道话就得狗蛋你的心思 太爽了 还愣着干什么咖啡都浪费了 再去买一杯 啊 哎 你这衣服怎么弄的 沈梦嬷说的 他怎么这么大胆子 那你就是说没谈老了 当初你害了什么迷恋 他怎么可能帮你啊 你跟我吼什么 你别忘了 没有今天只要靠我们家呢 我 当时谁跟我说的来着 沈梦嬷多喜欢你多喜欢你 我看也不会如此嘛 我看也不会如此嘛 哎呦 哎呦 我就不信了 他进云州这么大个老板 真能喜欢沈梦嬷那个想法 既然他不让我好过 他也别想好过 亲爱的老板大人 我今晚能不能请假早点下班啊 请假干嘛 所以我梦嬷 我的好朋友回国了 老板能否给我个机会 让我们去去旧宇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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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 好久没见了 我觉得要飞奔过去 狠狠的亲他一口 刚从前面的女人 心心的又是 啊老板你说什么 我说不准去 你去的我安慰怎么办 看你笑的一脸猥琐 谁都请你下去找什么野男人 野男人 我是去找我灰妮啊 女生 你怎麼知道我叫陸寶貝 我好像沒有跟你說過吧 老闆你不對勁 好像我心裡想了什麼都能聽到 我給你准嫁了 真的謝謝老闆 金輝國際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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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寶貝這是課了出來的 我覺得不能夠吃個飯了 怎麼搞的這麼有種 陸寶貝好久不見了 哎你可想死我了 走吧我們進去吧大家都來了 好 陸寶貝你這是什麼意思啊 平時機會的公司你們知道嗎 是怎麼大家在一起呢 你們從軍績吧 菲菲說你們和好了 我以為 你有什麼腦子啊 我當初退學搞得那麼狼狽 哪還有什麼同學情分 這些人就是因為看我笑回來的 對不起 冒冒 既然都來了趕緊裡面坐吧 我給你留位置呢 過了你費心了夏小姐 冒冒 都這麼多年了 你還是不願意原料冒冒 來你都來的 何必在這攪局呢 當年的事情到底是誰對不起誰 您心裡難道沒數嗎 就是 我們菲菲現在都主動給你台階下了 就不要不時抬去了吧 雅雅 你別這麼說 夢夢 我相信 夢夢當年 也是有苦衷的 苦衷 什麼苦衷能抄襲你的作品 還非要給你當小三 都這麼多年過去了 還是一點點都不要啊 同學們 好久不見啊 好久不見 坐坐坐 沈夢夢 這麼多次同學聚會 怎麼沒有看到你啊 你是在忙於工作嗎 你在哪工作啊 老師 我現在在技師集團上班呢 有事嗎 挺好啊 我就覺得吧 以你的才能啊 一定錯不了 哎呀 要不是當年因為那個事啊 你呀 應該是我 最得意的學生了 謝謝老師 唉 可惜了 我記得夢夢 是給季先生 當次人助理的 可不是什麼設計師呢 唉 可惜了 我記得夢夢 是給季先生 當次人助理的 可不是什麼設計師呢 不做建築設計 改行做了秘書 沈同學 這行業跨度夠大呀 對了夢夢 那天分開後 你有和季先生解釋什麼嗎 雖然我也不知道 你為什麼要當中說 我的作品就是你的畢業設計 但是這件事情已經嚴重地影響到 兩家的合作了 你還在為當年的事情可不知其 什麼 沈同學誣陷也抄襲她作品 那天江遠已經因為這件事去找過孟孟了 孟孟還喝了江遠一聲咖啡 也不知道她跟季先生說了什麼 季先生現在一點都不相信孟孟 你是在說季先生故意偏袒我了 季氏集團能走到今天 是因為季先生能力非凡 他一眼睛的分出誰在說謊 誰知道是不是某些人勾引了季先生 私人秘書私生活秘書吧 你嘴巴放乾淨點 糟了上了他的套了 都怪我 我就不應該提起這些的 陳教授 我記得當年孟孟可是您最看重的人 您能不能幫我勸勸他呀 今天到場的同學 都是設計行業頂尖人物 假設計势基本的聲望 這場聚會過河 這件醜回肯定會在行業內存在 現在還將行業態度陳教授給搬出來了 下飛真是打得一手好算啊 傲慢知錯能改善莫大焰呐 季先生 季總 幸會幸會 我叫陳海 年輕的時候啊 我也在技術集團 曾經擔任過設計師啊 原來是陳教授 我父親跟我提起過您 我昨天還在看您作為評審的一場宣言比賽的回顧錄像 沒想到今天就在這遇見您了 這都是緣分啊 綠總 不介意的話 進來坐一會兒 介紹一下 這是我們集團的設計師沈默默 技師集團的老闆竟然這麼帥啊 我都開始羨慕沈默默的工作了 他看起來真的很寵 是 原來是您的學生 怪不得這麼優秀 你把你這種小手 過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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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師 不是說私人秘書嗎 沒想到將經理和下士捷在啊 所存在感太低了 剛剛沒注意到 到你還真爽 老闆睡爆了 季總 你看看提到那個 設計大賽的錄像是什麼 您說這個 这是当年我们学校举办的设计大赛 虽然是一场校园比赛 但也出了不少好的作品 我在公司资料铺里找着找 拿出来学习一下 这 这是什么情况 当年竟然是下回来抄袭了什么梦 这么说我们都被他骗了 这是哪里来的影响 这简直就是捏赠 我就是当年大赛的评委 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 从视频中会场的布置 及参与人员来看 这就是当年的比赛录像 这其中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是啊 结果 咱们也还要继续合作 可不能因为这些陈年旧事 对你来说是陈年旧事 对我来说可是一辈子的污点 证据还在这 你们还要狡辩 你们要不要脸啊 抄袭是设计师最不能碰触的底线 因为你们真糊涂啊 我宣布 益氏集团与幽东斯的合作到此为止 接下来的项目计划都交给什么我负责 老板我没有听说吧 这个案子的设计图你让我负责啊 有问题 没有没有问题 哎 说实话 我都没有想到你今天会突然出现 这二十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完全的信任我 谢谢你啊老板 是你给了我重新站起来勇气 那一天晚上我喝醉了 不记得我向你告白了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助理 就算 就算我有那么一点点喜欢你 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你的老板 你会喜欢我啊 老板 老板你怎么了老板 来人救命啊 老板被我的表白下雨 不知了 病人状态稳定了 休息完就好 关家阿姨 老板这是怎么了 先让他有幽闭恐惧症 他出门探声音 从来不进包间 只要超过一分钟 他就会呼吸急促 超过半小时 则可能一说模糊 甚至晕倒 所以 他是抢人身体不是来帮我助走吗 沈小姐 我有话就直说了 你与记总并不合适 还请你看在他身体状况上 注意把握相处的分寸 不要约见 我明白 老板来尝尝我包的绝胃滋补母鸡汤 云州哥哥 你都生病了 我能不能留下来照顾你啊 小小 你父母如果知道你这么晚 还不回家会担心的 听话快点回去吧 不嘛云州哥哥 我家里那边没关系的 再说了 这一个女人都可以留在这里 我为什么不行啊 她只不过是云州哥哥 抓来冲场面的假妻子罢了 苏小小 我说的不对吗 这种女人啊 我见的多了 为了点钱就往我云州哥哥身边凑 我可告诉你 我才是她未来的女朋友 小小 那都是长辈私自定下的婚约 我可没承认 我是苏家千金 云州哥哥是集团总裁 我们又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猪马 还有比我们更合适的吗 这么门当户队 妥妥男女主不仁配人设 这个 昨晚还跟我生死告白 现在又要把我推给别人 云州哥哥 我最近一直在钻研厨艺 你快尝尝 那我不打扰了 哎等等 我今天不要喝肉 只要喝鸡汤 还愣着干什么呢 还不可以拿进来 云州哥哥 你以前不是最不爱喝鸡汤了吗 改变口味了有问题 你怎么还没走 我 那我改天再来看你 大好的应该不会被我搅黄了吧 罪过 沈梦梦 小的在老板有何吩咐 我现在可是你的丈夫 你怎么能把我催 我懂了 要假扮恩爱人设 免得烈焙费对不对 沈梦梦 从今天开始 我的早餐午餐晚餐加上夜宵都你来做 少做一顿扣工资一半 啊 坏人 竟敢勾引我的云州哥哥 我不会发问你啊 这个哥哥是什么这件事 孟姆姐 这一有份文件需要云州哥哥填下字 他刚发消息说他在存放古巴的书房里 我对这里不太熟 那我去找一班 好跟我来吧 老板我进来啦 哎 苏小小你这是干嘛 快开门 哼 敢想我的云州哥哥 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好冷 记忆你找一个卫生又招了什么万桃花啊 沈梦梦的今晚不是他做晚餐吗 先生现在还没到饭点 把他给我叫来 抱歉先生 沈小姐的手机落在房间里了 现在在哪我也不知道 先生你不能下床 你休息一会儿 你休息一会儿 管家 我希望你也能够记住 他现在是我的继夫人 也就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别再拦我了 知道了 这是古花球方式 逼温逼氧毛水 更容易保存古花 急于中 激老板 你快来呀 快来 你在哪里 他有片子骗子 没想到 我就是想把她关起来吓不吓不吓他 苏晓晓 你别以为你说我母亲的表直女 就不敢发现你怎么样 你给我听好了 技家的女主任只有一个人 就是沈梦 大点料理干孩子 我拼的是助理保镖 腰炒 三天员都让我来救你 还不是那个女老 不好意思啊 什么事 他们两个怎么样了呀 这个相邦老狐狸精呸呸呸 苏小姐送你回家车已经安排好 这边去 这是要赶紧走 这是季先生的安排 你们哼走就走 不就是开了沈梦梦一个小玩笑吗 云州哥哥可真是小肚鸡肠 不要命了 谁敢买北小姐的车 苏小姐你好 好我是夏菲尔 你就是那个设计师夏菲尔 听说你和云州哥哥合作 却闹出了抄袭的丑闻 你这样的人还有脸来找本小姐 我没抄袭 是那个沈梦梦他诬赖我 沈梦梦 没错 咱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 很多年前 沈梦梦他诬赖我抄袭他的设计手稿 还勾引我的男朋友 现在 又来抢苏小姐的人中 这种 咱们可不能轻易放 勾引 抄袭 你说的都是真的 对天发誓 如果我有一句假话 偏打两屁 沈梦梦这个狐狸精 我真是小看他了 这个女人啊 手段多得很 咱们千万都能打草精神 精确 你有什么办法 苏小姐 人家和技士集团是长期合作的 我想 您进入技士集团的设计部 应该很容易 你的意思是 终于焦稿了 忙了大半个月 累死我了 组长 你快看 这不是我们的设计图吗 这放出来的图 和我们的也太像了 致远公司的设计师是夏菲尔 所以 我又被他抄袭了 哎 组长 我手机 老板 我的设计图 被人抢前发布了 你都知道了 计总 设计部的电通 虽然被人动了手脚 视频不见了 那现在怎么办呀老板 我没有将设计图 私自卖给任何人 更没有抄袭 您能相信我吗 设计部的电通 设计部的电通 设计部的设计部 难道 又有像您前一样了吗 海瓜 如果我不相信你 此时你不会站在那里 老板 我的电脑 一直放在办公室里 而且也有密码锁 现在设计图就莫名其妙的定位 我怀疑 公司里那个 如果现在让你重新设计 一本设计图的话 你怎么办 时间太紧张了 或许 我还有另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我想现在回别墅一趟 好 这就是我说的办法 妈 你想想的设计图 进了没用 保佑际云中 度过这次难关 好 我看沈公公这次 天天要完蛋了 不用你一个无论 我今天刚才设计 过多人说 泄露世界的那家设计图 根本就是个草原 真正的那份 比这份之前多了 真的 哎 那我们公司 还有机会 夺回这项目吗 肯定在 这就那么大个项目 缩户新闻 肯定又过不成功了 哦 走走走走 进一趟 老板 因为设计图泄露的事情 我的设计 过前的阿姨怎么糟呢 不然 您让我先回去处理处理 你还知道啊 啊 设计图原念只存在于你的也能 你现在回去 还不让他们吃了 ˋ 谢谢老闆你听我 对了 您让我散播出去的消息 我已经放过去 您去问对方今晚 就会上工吗 两家公司马上就要前缘了 因为你这边要来解决方案 对方绝对不会轻易放过你 所以 今天晚上一定会有行动 老板英明啊 能跟您在一起工作 简直是死 你不懂你是真是 娜娜 偷到設計頭賣給這家 你好媽的 我 我沒有 不要以為你表姊是我二叔 就可以在公司裡猥琐一位 娜娜 我說你無怨無仇 你為什麼要投我的設計圖 你知不知道你這麼做 會給公司帶有多大的麻煩 你屁嘴 要不是因為你 我本該是這次下午的負責人 這個消息去告訴你 難道不是嗎 人是跟我說 這個月的金升命額就是我呀 老闆 我真的只是想刪除一下設計圖 嚇唬一下是猛我罵了 我從來沒有透過設計圖 更沒有罵對家公司 老闆你要相信我呀 來人帶走 哎老闆 老闆我真的沒有你要相信我 老闆 你覺得這種事是 是娜娜幹的嗎 下次走路小心點 本來鼻子就夠他了 老闆現在不是說這個的時候 我總覺得 他哪裏不對 可是又想不明白 你的電腦是一直都沒有密碼嗎 是有密碼的 只不過上一次 為了隱神出動 我就把電腦連密碼所取消了 怎麼了嗎 對了 上次娜娜打開我電腦的時候說 竟然沒有密碼這樣的話 也就是說 他應該是第一次打開我的電腦才對 那透過設計圖的人一定不是他呀 我們這次抓錯人了 對方能夠在公司裏偽造生殖信息 肯定是一條大雨 那我們這次也算是打草驚蛇了吧 對方肯定不會再現實了 不急 對方的目的沒有達到 肯定還有下一步動作 嗯 我這電腦怎麼壞了呀 老闆我要請一會的假去休息電腦 早去早回不然很早就累 好嘞小的去去救回 嗯 聊進到去來幾塊 大概已經到一趟好事 要不你在這兒等等 等一趟好事 那你在附近有能坐坐去吧 我先那邊等 前面小巷子找媽有家小咖啡廳 謝謝你 哎呀 怎麼是你 蘇小小 你要去下午咖啡嗎 我帶你啊 小心 你們剛喊救命 我就封了你們的嘴 不喊不喊 請問英雄好漢 你們要是要錢的話 我暴力有錢全都給你們 放過我們了 不想死的話我各位做好 自己什麼大哥 我們不掙扎 你會傷害我 不想死的話我各位做好 自己什麼大哥 我們不掙扎 你會傷害我 你們呢 放心吧大哥 我這妹子絕對老是 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你會想說 你會做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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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偷偷 哎 真是 你不乖比小姐曾经害过你了 是啊 你们俩跟你说 都是不让他们一起来 嗯 开玩笑 小姐是你 她是不是没死了 现在是我生死了 微梦就在里面管 身心帮我给你 这是怎么死呢 放kun 走那边儿可以送 我们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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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 你快下來 你快點 啊水蒙蒙你怎麼樣 我沒事他不能夠示我你不是等著 我不能把你一個人扔在這啊 快走吧我們兩個刀走不了的快走 快追他們在那 這跑得也太慢了都沒有一條腿跑得快 我可能千句萬句啊百發百中 你們要是再過來讓你們頭部血流 失望失望啊敢殺我那邊跑了一個 做得不錯 薩菲兒不是說話只是拿我做幼兒有必要把我一起抓起來嗎 既是集團最大的合作商 蘇洪集團的千金蘇小小 卻協助外人偷設計圖 這事兒要傳出去 蘇洪宇就會不會生氣啊 薩菲兒你威脅我 哪有 我只是想說 咱們現在是一條神神的蚂蚱 好好配合我 做戲呢 要做全套 咱們才能彼此收益 所以新的設計圖稿沒有拿到 沒有 昨晚我讓娜娜向我一次行動 果然被季運中發現了 據說他們有了新的設計圖 密切就是為了把我們引出來 那他們現在就是沒有新的設計圖了 應該是這樣 那正好 一個健人留著也沒有用 你想幹什麼 誰弄我把我害的這麼 現在弄什麼事 我一問都在裡頭 好 誰小姐也沒有一個別墅 我安排人在家等候 用誰小姐消息 立馬通報 往那兒 林中哥哥 孟孟姐被人綁架了 你快救救他 走 我不是說這 哎呦 哎呦 你怎麼想 沒想到 你不是說說不想啊 你是夏菲爾 是嗎 沒想到 你這先生挺聰明 一下子就認識 不過 就當作野嶺的 問你為什麼來做呢 嗯 你以為你抱上了季元舟 只有他 你 他只不過是一時心情 我就不相信 過了今天 他堂皇既是集團的總裁 他很會 哎 這女人啊 我每首段很多事 包得很 今天晚上 看我 今天晚上 看我 可不可以 你不要騎老闆玩一個女人 想想這次好的 contradict 絕對 你不能這麼做 我連周都不幫扒蛋你快來呀 被我了 啊 對不起是我來吧 老婆 我們今天在拿起來 我們現在什麼都沒有辦法 既然他能管不好自己的手 你就幫他們管管 哇 簡小姐是怎麼了 別說那麼多了 先給他檢查一下身體 好 簡小姐沒什麼的 又是一些主要事 他怎麼還不像 還是受了真嚇一點 沒問題 簡小姐現在緊張 我們在公司馬上好照樣 謝謝 不要打我 老闆 不是我相信嗎 老闆別擔心 我已經沒吃 誰擔心 對了醫生說你沒有大礙了 好好休息吧 我就不打擾你 別走 老闆晚安 要是今天今天就再晚了也 恐怕我已經 別怕我在 老老闆老闆 不不不 我是昨晚睡懵了 不不太累了 今天報年天假 再休息一會 剩下 昨天的事情已報警處理 還請你去確認一下 好 我去 這個禁錄不去何聊啊 平時 二不再休息一會 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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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人都喜歡我 不喜歡 喜歡 不喜歡 喜歡 不喜歡 喜歡 本小姐是來跟你道歉的 對不起啊都是我害了你 哎呀最有什麼好道歉的 我那天要謝謝你呢 要不是你必須身風刺群中 說不定我就真的才能動手了 我我說的不是這件事 其實之前丟的那幅設計圖 是我拿給沙菲兒的 只是我沒想到你會不計錢錢 不顧安慰的讓我先逃走 對不起啊都是我的錯 沙菲兒那個壞女人利用我 危險我要把我偷設計圖的事情 告訴我家裡 我真的害怕 我知道 而且我並沒有怪 你知道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的啊 和我設計圖的那個人是娜娜 本性型素吧 其實我早就已經開始懷疑了 再說 你一個蘇家天天 怎麼會去巷口那種小咖啡這個臉 這個幼兒也太討厭了 那你明明知道我跟歹徒是同一果呢 你為什麼還要 因為我自己是懷疑 萬一又是懷疑錯了 這個後果可不開設想 我可不能眼睜睜的看著你一個小姑娘 被傷害被欺負 孟孟姐你真好 醒醒我快說我過來氣了 你之前是我誤會你了 看來雲珠哥哥是真的喜歡你才喜歡你的 不不不 我只是老闆簽了七個妻子罷了 可是之前雲珠哥哥知道你被綁架了 他可著急了 他絕對喜歡你 好 楊珠姐 你沒眼淚成了這麼 你可能當你已經 不是沒有 那哎呀不說這個了 七人發布會的事馬上就要開始了 不到盛利統的事情 我還想要怎麼解決 我可以做五點證人的 有其他可以幫忙上忙的 我一定幫 水小姐夏麗兒來的 夏菲兒這個壞女人竟然還好 還敢來看我都打死 哎等等想想 你和我們坦白的事他還不知道 你現在出去我是 那個怎麼辦呢 你先回避一下 讓我去後面 我們受的委屈絕不能這麼算了 那我應該怎麼做呀 你來當我的生命間諜 哎 莫莫 我聽說你被綁架了 我特意來看你 真是受惩惡 不過我們昨天不是才在綁架現場見過 見過嗎 你有證據嗎 昨天我一整天都待在公司裡 江源和他同事都會為我擇重 要是你 莫莫 我聽說你是得罪了技術集團的人才被綁架 和我又有什麼關係 威脅我不要指 還把鍋追到蘇小小身上 這個小子 你忘了 上學那會兒我就跟你說性子別太直 都這麼多年過去了 你怎麼還不知道我手臉 確實 要是性子不值的話 怎麼會把你認成我的好微蜜呢 不僅偷了我的設計圖 還搶了我的男朋友 不過嘛 相比設計師 我覺得 你更適合另一份工作 什麼工作 寫字狀 心機小三上位計 你小米之後一定大火 你 你 江源不喜歡你 那是因為你自己沒本事 留不住 難怪你愛你平我意的這種事 平時說我就是小四人 對 我忘了告訴你 以前你給江源打電話的時候 那都睡在你身邊 確實 江源啊確實不喜歡我這種類型的 他喜歡 大波浪 大波浪 你罵我 我告訴你 你別太嚇唬了 現在吃的教訓還不夠是吧 讓你一點記憶 對 哼教訓 什麼教訓 偷我設計圖 往家為寫的教訓 是又怎麼了 你有證據嗎 想告我呀 沒門 我現在倒是挺期待明天的發布會 你該怎麼交差呀 哎呀 下大設計師這麼關心我呀 不過我還是要好心提醒你去 小心爬得高算得更慘 哎 唉 這鞋子一看就不騙人了 痛快了我可對不起你 還磨噹什麼呢 馬上就要開始了 老闆 這裙子太高級了 這雞蛋我也不會記呀 我馬上就出去了 哎 老闆我都说了我不会寄 这东西我要是穿坏了怎么办呀 洗好了好看 穿好了也赶紧走吧 嗯 穿好了也赶紧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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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闆这是害羞了 记得我记得终于购买了面了 听说是同公司的下属 家里没权没势指不定是怎么上位的 被秀了一脸而爱啊 快看那不是支援公司的设计是这样吗 您好像这样吗 我们之前在网上看到 您在大学学期与那位沈助理关系不和 不但他抄袭了您的作品 还要妄图抢您的男朋友 您今天来这儿真正的寓意就是为何呢 夏总监之前我们也接到过消息 苏鸿集团原本是要与 记事集团合作的 但不知为何 莫名其妙的又与志愿公司签约了 请问您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我和梦梦之前确实有些误会 但是已经过去了 今天梦梦也将带着她的作品去大部分展出 我相信她不会让季先生和大家失望的 设计图在我手里 不到五天的时间 哼 我不信他们交出更好的设计 欢迎大家来到成熙项目开发的竞标酒会 下面我们将为大家展示志愿公司提供的设计图纸 这设计图太惊艳了 志愿公司这次稳赢了 确定他们这两天展制的设计图都删掉了吗 乖乖配合 不然我就把你造切的事情交出所有人 已经删除了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 既是集团提供的设计图纸 哇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是 既是集团提供的设计图纸 哇 这设计啊 可比之前高一个档次啊 是啊 如果刚刚那张还有些风格拼凑的降起 这一张简直是浑然天成啊 怎么可能 这么短的时间里哪来的新的设计图 恭喜主导的神设计 这次项目肯定被你蒙忘图了 等一下 蒙忘 我听说这个设计图的作者就是 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你不忙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设计灵感感觉是什么 毕竟这么好的作品 不是一般人能设计出来的 夏小姐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待会再问你解答 眼下这么多人在 这样不太好吧 哼 依我看 这图根本不是你做的 所以 你压根说不出来的 夏总监这意思是 既是设计图是抄袭的 帮忙 你难道还因为之前的事情 对我能够入怀吗 想用这种办法 在继续一生前的面子 之前的事 传人说 沈默默大学期间抄袭 又抢了夏总监的男朋友 现在又放上了季云咒 他其实就是空架子 什么时候 这么说 这图真是抄袭 继统公司不分开 也不是好名字吗 其实我都不想说 但是做你的朋友 我实在是不想看你说 再做下去了 今天各大媒体都在 我就实话说了吧 这张设计图 确实不是我亲手设计的 啊 我设计的图纸在那儿 夏菲尔威逼我公司员工 偷到我们的设计图 而我今天拿出的这张 是我去世的母亲遗留给我的 我想 这不是抄袭 沈默默 你别在那儿血口喷人 你说我买计时人工 人正在哪呢 沈默默 你别在那儿血口喷人 你说我买计时人工偷图 人正在哪呢 我就是人家 苏小小你疯了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夏菲尔威胁利用我去偷 技智集团的设计图 还买凶绑架沈默默 试图灭口 夏菲尔指示我今天来做伪证 为的就是再次诬陷沈默默一次 你满嘴 我要告你诽谤 我说的句句属实 如有任何欺骗 我苏小小愿意负任何法律责任 今天倒反转了 大新闻哪 绝对能上热搜啊 你刚才的后面都是装的 这一性都是你设计好的 是不是我设计又能怎样 我只不过是把真相 搬到大家眼前罢了 哦 我知道了 苏小小一定是和你串通好 你们俩在这边在谎言诬赖我 空口白话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 现在吃的教训还不够是吧 让你中天继续组长 教训什么教训 偷我设计图 绑架为新的教训 需要怎么样 你要出去吗 想告我呀 没有 太过分了 原来为什么那么这么多年 曝光这个恶毒女人太过分了 夏菲儿 渣男里头的狗 但才华这东西永远的头 姐你放过你的 什么我是我的人 你先生你不能被这个女人所蒙蔽啊 你不能别让我 把她带走 哎放开我 蒙蒙我终于找到你了 十百千块 老板大方啊谢谢老板 这次项目你功劳最大 这点奖金应该的 照这个数字下去 那三百公斤 债务很快就能还心了 也不用当什么七月七月了吧 待在我身边就这么煎熬 我要喝奶茶 不是刚给你买的咖啡吗 不是刚给你买的咖啡吗 还敢追一老板 十分钟买不回来 奖金全扣 现在开始进食了 好的老板 小的这就行 你来人一起去地上 你没事吧 老板 称罗 你怎么在这啊 你没受伤嘛 要不要再去医院啊 你好 你技术不错 不然这一下呀真够撞没了 孟孟我终于找到你了 这些年你都去哪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我真的很担心你啊 怎么买个奶茶买到男人怀里去了 不是的老板他是 你是谁啊 误会我都是误会你认识他 不认识 他是刚刚撞到我了我才 孟孟你不要假装不认识我呀 咱俩从小玩到大的不是吗 那件事确实是我错了 你给回机会原谅我好吗 你装了我的员工的确应该供承他 但还请这位先生注意一下 原来你就是他的劳法 你就是那个逼孟孟结婚的真心志吧 这里有三百 拿钱给我滚蛋 不要再扣进孟孟一步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敢对我们的事只是患者 说是 就凭我是他的未婚夫 哎 你别瞎说了 我们的关系在三年前就解除了 那是个误会 那天我气急了才解除婚约呢 给我一次机会 你再给我机会 我们收心不好好不好 看到了 她现在是我纪云州的夫人 我很爱她 别再来打扰她 老板 我跟于晨指示 沈孟孟 我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身份 你现在是我的契约妻子 在债务还完之前 不允许占任别的男人 契约债务 原来我们进去就是这种关系吗 如果你没有想想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就请不要招惹我 孟孟姐你在哪 孟孟姐你怎么喝成这样啊 是不是和云州哥哥吵架了 别提那个狗男人 我怎么会喜欢上他那种男人 别喝了 在我每一次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他都是第一个主角 长这么大 他是第一个对我这么好的 可是债务马上就要还完了 我的契约关系马上就要择住 云州哥哥知道交信了是要改一改 喜欢还不直说 我都替他着急 你说他真的喜欢我吗 我长这么大 头一丝看他对一个女生这么上心 他绝对喜欢你 明天我就问他让他告白 我还是姐妹好 哎呦 两位小妹妹 遇到什么事了这么傻子 来哥哥陪你们喝一杯 别碰我孟孟姐 哎呀这小女孩敢打我 不要死赶紧给我滚 好 你给我打开啊 不要再缠着我了 我们早就结束了 我现在是有习惯的人 孟孟我是珍惜小马流年 给我回家吧放给他 多谢照顾 现在我带他不家了 等等 我是不会把孟孟交给一个不爱他的男人的 谁说我不爱他 别骗人了 我都调查清楚了 你为了你的婚礼不好收场 才让孟孟假装你的新娘不是吗 你对他根本就没有感情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补给他一场最盛的 先生 沈小姐这是怎么了 给他逐一碗新酒汤 我先帮他上去 好的 哪来的帅哥 好像我们老板啊 那你们老板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老板是一个 特别相信 特别 还有 疑心病 特别难吃 听起来都不像什么好话 但是 但是他总是在我有需要的时候出现 总是完全无条件的信任 好像从我记事起 再没有人对我这么好 如果你愿意 我会一直陪着你 老板 我们一起去 抱着你好舒服啊 沈梦吗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呀 嗯 先生 你的行 你手感真好 以后每天到我这就抱枕好不好 喂 你先起来 怎么好好调整一下姿势 你这样抱着我会不舒服的 那你不要走 走 其实 其实我还有一个命名呢 什么意思 我发现 我发现我已经喜欢上你了 但你跟我们只是契约关 你会喜欢的吗 傻瓜 其实我也喜欢他 老板你醒了 醒了 而且我可以回到你做好梦的问题了 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什么都没说你什么都没听见 你说向我申请表白 还问我喜不喜欢你 那是我喝多了 现在我可以给你一个大碗 济世集团总裁重办婚礼 豪车云集 行发铺路 本次婚礼即将成为本世历史上最浪漫 最豪华的婚 去搜索 去搜索 走啊 你接了 这些人 搞了 不女的 搞三天 新云州先生 请问您是否愿意一生一世 只爱什么问题 无论贫穷不贵 我愿意 这孟默女士 请问您是否愿意陪伴 新云州先生 和我孟默女士 不理解决 我愿意 现在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 C study 还在新娘 我是否 《井里的嘉尔征》 《营丁丁》 《林山王一封》 《亞孟默女士》 《采竿》 《杜里的角参照》 《金柘和》 《桂子》 谢谢观看